澳洲总理莫里森16日表示 澳洲将持续强力拥护男孩的自由航行权 莫里森在坎培拉召开记者会 在被问到澳洲是否支持美国关于男孩的政策时 他表示澳洲将持续采取非常一致的立场 在美中紧张关系升温之际 7月15日外媒报道 美国政府考虑全面禁止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人前往美国 已经在美国的要驱逐出境 中共声称有9200万党员 而美政府内部初步估算 可能受到影响的中国人高达2.7亿 消息一出引发网络上一片叫好声和欢腾 中国网民感谢川普说他这一招老百姓的欢迎 西方网民也说早该如此 社区媒体推特周三遭骇客大规模入侵 多位政经名人推特账号都遭骇 包括美国前总统欧巴马 总统候选人拜登 商界则有巴菲特 比尔盖茨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等 骇客发布诈骗讯息 试图欺骗大众在30分钟内 送出加密货币比特币 就能回收两倍的钱 而苹果微软和Uber的官方账户 也出现类似推文 消息引发推特15日股价盘后重挫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周二在一场大型筹款活动上 引用了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语录 因而受到美国网民的批评 被称为中国侨或北京拜登 拜登和共和党总统川普的大选竞争中 正在比赛谁对中共的表态更强硬 但拜登家族被曝 与中国存在利益关联 因此饱受川普阵营指责 新唐人亚太电视 正丽报道